好 各位观众 我们带您来看到的是民进党全代会的现场 刚刚进行完行政院长苏贞昌的致辞 那稍后呢 也会进行这一次年底九合一大选 各县市首长参选人的大团结大集合的现场 由总统蔡英文来领军 那么刚刚稍早呢 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抵达了现场 还有新北市长参选人林家隆也是 那他们都有针对时事议题发表意见 发表谈话 我们带您来看稍早的访问 没有问题 总没有问题 稍微整修一下 平常有时候 对 场面比较大嘛 总是要把自己打理的比较好一点 对 新做的当然不会他做的当然是很合胜嘛 什么 知道什么 哦 对 在那个时候在 美国六六十年退出联合国的时候 台灣就有一股的出國潮 那家裡剛好也有很多的親戚在美國 所以那時候就開始來申請 那只是在學校畢業之後 覺得我們的根在台灣 我們應該留在台灣努力 我們就放棄就沒有繼續再辦 我們也聽到陳時中 因為他剛好出了新書 那他有提到說他的新書裡面 因為有自爆曾經要辦美國綠卡 那但是覺得說應該要留在台灣 那其實林佳龍針對他新北市的口號 新北大翻新 被新北市長侯友宜批評說 其實正在進行中林佳龍有更新回應 其實已經12年 那從台北縣升格到現在也12年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城市的光榮感相對是比較低 雖然他的民調高 可是市民的光榮感在六都裡面是偏低 那這些年來 新北整個國際化的程度也是不足 像是簽署姐妹城市跟友好城市 幾乎就只有兩個新的增加 那我在基層聽到很多民眾的心聲 都希望說新北市能夠在升格州升級 能夠真正的成為民族 今天只有陳時中當領頭羊的角色 那帶領新北市長參選林佳龍 還有總共18位的民進黨 已提名的各縣市首長的參選人 都到達了現場 那麼在稍後呢 會有總統蔡英文來發表談話 那並且帶領著18位縣市首長的參選人 來進行全黨大團結 參選人大集合 那其實在行政團隊 內閣閣員也全體都抵達到了現場 要以政績來爭取國民的支持 請 stepping鼓勵